今天要介绍的是近年大热的电子游戏我的世界的桌游版 把我的世界的方块元素和搭建题材搬到了桌游的世界 游戏允许2-4个人参加 官方推荐的年龄是10岁起 因为一局游戏的时间比较长 需要40-60分钟 这款游戏的元素比较多 熟悉我的世界这个游戏的人上手会比较快 但完全不了解这款游戏的人 可能就需要仔细听了 首先有64张画有建筑物或者怪兽的卡牌 把它们写好 背朝上每4张分成一堆 然后随机排成一个4x4的矩阵 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游戏地图 然后将16张武器牌打乱顺序 背朝上分别摆放在这个矩阵每行和每列的两端 这有几张卡片 组装起来形成一个方形的容器 把这些小木块全部装进去晃动几下 再把这个纸片的容器拎起来取走 这64个方块就变成了一个随机形成的四阶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构成了我们的材料库 这其中有16个棕色的材料块代表木头 16个浅黄色的材料块代表沙子 12个灰色材料块代表石头 10个黑色的代表黑钥匙 另外还有12个绿色的材料块 它可以代替任何一种材料 接下来每位玩家取一张游戏图板和一个计分指示物 图板上是一个九宫格 不同颜色代表了不同的环境或者地形 有三个森林 三个沙地 两个石地 以及一个雪地 每张图板上这些环境的位置会稍微有所不同 图板周围有一圈用来计分的数字 然后每个玩家选择一个喜欢的颜色的底座 在上面插上一张人物的卡片代表自己 放在游戏地图正中间 同时每个人还会拿到和自己小人底座颜色对应的五张武器牌 这些武器牌中有三个土豆和两把武器 左上角的爱心代表他们的攻击力 土豆没有攻击力 是混在里面捣乱的 把这些武器牌先放在手边 这里还有两套提示计分规则的卡牌 可以放在旁边作为辅助 现在将计分指示物放在自己图板上0的位置 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游戏中可以执行五种不同的行动 它们分别是探索世界 收集材料 搭建 收集武器和打怪 每个玩家在自己的回合中只有两次行动机会 他可以在这五种行动中挑选两个不同的来执行 由年龄最小的玩家先开始游戏 第一个行动选择收集材料 每次可以从这个材料库中取走两个材料块 取材料有一个规则 只有至少有三面包露在外面 并且上面是空的的材料块才可以拿 所以最开始只有这四个角的材料块可以拿 拿走一个之后 这三个材料块也就可以拿了 再拿走一块 这样第一个行动就完成了 接着第二个行动选择探索世界 玩家的角色卡片可以往上下左右任意一个方向的十字路口移动 移动到临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为移步 在每次行动中 玩家可以自己选择移动零步 移步或者两步 移动完成之后 就可以翻开他身边四堆卡牌最上面的一张 如果选择零步 人物角色不动 就可以直接翻开四周的卡牌 我们的玩家选择这样走了两步 并翻开这四张牌 这样两个行动就执行完毕 回合结束 轮到下一个玩家 对方选择先探索世界 他走了两步 翻开周围的四张牌 接着他选择收集武器 收集武器只能拿身边翻开的武器牌 每次一张 武器牌左上角的红心表示攻击力 也就是可以打掉怪物的血量 他把这张连弩的武器牌收到自己的武器库中 回合结束 轮到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继续收集材料 拿一个石头和一个沙子 接下来第二个行动 我们选择搭建建筑 搭建建筑也只能选择身边已经翻开的建筑牌 比如这张建筑牌 右下角表示需要的材料 分别是一个石头 两个沙子和一个木头 我们手里有一个石头 两个沙子 和一个可以替代任何材料的绿色材料块 现在用绿色的材料块代表木头 将全部的四个材料块扔回游戏盒 这样就可以获得这张建筑牌 把它摆到自己的游戏图板上 这张牌右上角的二的标记 表示建造成功后 玩家可以立即获得两个积分 建筑物左上角的三个房格里 分别代表建筑的三个属性 分别是环境 材质 以及类型 环境总共有树林 沙地 石地 和雪地 这四种 材质有木头 沙子 石头 和黑曜石 这四种 建筑类型分为 住房 养殖场 装饰物 和桥梁 在游戏的第一阶段 我们主要专注环境属性 因此 摆放建筑牌 应该尽量让相同环境的建筑连在一起 这样可以在第一阶段 获得更多的积分 在之后的回合中 得到的新的建筑牌 也可以盖在之前的建筑牌上 但是被盖上的牌 就不再参与积分了 接下来又轮到对方玩家 他选择继续收集武器 拿走了旁边的这个石稿 第二个行动 他选择打怪 打怪也只能打身边已经翻开的怪物 他选择打这个怪 怪物卡片的右下角 可以看到他们的血量 这个怪物的血量是三颗星 排的右上角 代表打赢这个怪之后 立刻获得的积分 左上角是特殊奖励 这个鸡腿符号的意思是 打赢他以后 可以额外增加一个行动机会 怎么打怪呢 将手中所有的武器牌洗好 然后面朝下放置 翻开最上面的三张 看他们的攻击力加起来 能否超过怪兽的血量 他翻到了土豆 这个没有攻击力 一点伤害的武器 和上一局收集到的连弩 连弩是一张特殊武器 如果翻到他 就可以再额外翻开一张武器牌 这时翻到的是石鎬 石鎬也是一个特殊武器 翻开它可以立即获得一个材料 这样 由于翻开的武器牌 总攻击力是五 大于等于怪物的血量三 打怪成功 武器牌收回自己的武器库 玩家获得这张怪物牌 并立即加四个积分 除了刚才的连弩和石鎬 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武器 一个是这个锄头 每次翻开都可以获得两个积分 还有这个TNT炸药 攻击力很强 但是只能使用一次 打怪时如果翻开它 还可以选择是否使用 如果使用它 那它就不能再收回武器库 而要被移出游戏 这个玩家刚才打败的怪物 可以让它再增加一个额外的行动机会 它可以选择现在立刻使用 也可以留着以后的回合使用 它选择了立刻使用 于是这张怪物卡片就用掉了 把它扔回游戏盒 玩家选择用这个额外的机会 再打一次怪 这次想打的是这个怪物 血量是5 它左上角的标记 意思是说 当游戏结束积分的时候 如果你拥有这张卡片 你图板上没有一个杀地 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两个积分 现在它重新洗好武器牌 翻开上面的三张 分别是土豆 两星的武器 石稿 因为翻开了石稿 可以再取一个材料块 但是这三样武器 加起来的攻击力是4 小于怪物的血量5 因此打怪失败 不能获得卡片 就这样 轮流进行操作 直到材料库 第一层的材料全部拿光 等这个拿光材料的玩家 完成自己当前的回合之后 第一阶段就结束了 开始第一阶段的积分 第一阶段 只看图板上的环境属性 玩家只能选择一种环境来算分 并且只有挨在一起的相同环境 分数才能累计 每个森林算3分 沙地算4分 石地算5分 雪地算6分 例如这个情况 我们选择石地 因为石地有4个连在一起 是最多的 5乘以4就是20分 第一阶段的每位玩家都加好分之后 继续以同样的规则进行游戏 直到第二层的材料块被拿光 这时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算分 第二阶段只看建筑牌的材质属性 也就是左上角第二个位置的标记 木头的算3分 沙子算4分 石头算5分 黑药石算6分 同样只有连在一起 并且材料属性相同的建筑牌 分数才可以累计 例如这里有三个沙制的建筑挨在一起 就可以获得4乘以312分 左上角也是一个沙制的建筑 但是它没有一边和别的沙制建筑挨在一起 因此不能参与几分 第二阶段算完分数后 以同样的规则进行第三阶段的游戏 直到第三层的材料块拿完 就进行第三阶段的算分 这个阶段只看建筑牌的类型属性 也就是左上角最下面的标记 同样也只有挨在一起的同属性建筑牌 可以累计分数 装饰类算3分 住房算4分 养殖场算5分 桥梁算6分 例如这里我们选择养殖场来计分 有4张挨在一起 5乘以4得20分 第三阶段的分数计算完毕后 游戏就完全结束了 最后还要看每个玩家手中的怪物牌 能否给它带来附加分 例如这张牌 代表没有一个沙地的建筑牌 可以额外获得2分 注意 这时不需要所有沙地的建筑牌都相邻 而是只要有就可以加分 计分完毕后 分数最高的获胜 如果分数相同 那剩下的材料块谁最多谁获胜 如果材料块数量也相同 那么它们同时获胜 喜欢我们的视频分享给朋友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